垮了,曼联斯迪面临破产全英国都曾抵制的球队,将被政府托管据独立报报道,博尔顿流浪者主席肯安德森确认俱乐部将会遭到严厉处罚,并且将会被行政托管。 安德森表示博尔顿处罚内容,包括12个联赛击分,的扣除以及两年的转会创纪令,由此,博尔顿创造了两项记录,五年来第一支落入政府托管的俱乐部,也是自2015年联盟罚款标准从10分提升到12分以来受罚的第一支球队,博尔顿漫游者足球俱乐部是一家英格兰足球俱乐部,于1874年建立。 是英格兰足球联赛史创成员之一,主场位于博尔顿的马克龙球场,本是祭出博尔顿曾在英超连续停留11个赛季,不过2012年降级后,一直在英冠联赛苦苦挣扎,值得一提的是,博尔顿一直以来都是曼联的死敌,双方的仇恨始于1958年,那场不堪回首的慕尼黑空难。 当时曼联8名球员,3名教练组成员和10名聚乐部工作人员遇难,慕尼黑空难后的第一场比赛,曼联迎来的是与博尔顿的组总碑,曼联几乎凑不齐出场名单,当时阵容中除了福克斯和格雷,格外全部都是替补和青年队的队员。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曼联3比0击败了博尔顿,不过,在那场比赛中,博尔顿球迷的做了一个拉仇恨的动作,他们集体坐飞机俯冲动作嘲笑曼联空难,这种看似聪明而巧妙的行为,激起了全英国舆论的谴责与抵制, 以至于博尔顿到现在仍被视为全民公敌,有钱也买不到好球员,所以他们只能依靠购买过气球星以及国外球员来补充实力,因此,博尔顿一度被称为英朝养老院,其实60年前的博尔顿没做什么,只是因为球迷太过火,便想给俱乐部招来了灾难般的后果。 按照博尔顿俱乐部主席安德森的说法,由于债权方拒绝了他先偿还400万英镑外加利息的方案,这家老牌俱乐部已经面临破产,被佛底抽薪后,安德森认为如今迎来的是一个双输的惨大结局,对方将来一定会后悔,对方如今要负责俱乐部方面的行政开支至少三个月,并让俱乐部两年内不得买卖球员,以及被扣12分的处罚, 我认为对方此举会让俱乐部的价值大大降低,将来更难找到买家或投资者。